日前网上反映演艺人员郑爽涉嫌签订阴阳合同 差分收入获取天价片酬偷讨税等问题 上海市税务局第一机查局已宇胜利 正在依照税收法律法规进行调查核实 郑爽被举报讨税后众明星工作室促销 天价片酬到底是如何形成的 最后到底是什么套路 有业内人士透露 其实近几年对于演员的片酬管理已经越来越严格 于是圈内部分流量明星为了规避风险 通常会将自己的亲戚或经纪人安排在剧组 给予一个监制制片或筹划之类的职务 制片方将给予明星的片酬分别给这些亲戚或经纪人所任职的职位 最后看似演员本人的片酬是数千万元 实则将关联人士的收入加总在一起 或可达上亿元 市管理局表示将严格落实管理要求 持续强化监管 严厉打击医疑合同 添加片酬偷讨税等行为 依法查处违规违法的企业和故人 为电视剧行业健康发展 营造良好环境